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维利林小玲玲 我是松哥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有关于拍摄的监测 在拍摄的时候我们都要从观景器里面 看到影像是不是活到 画面是不是颜色亮度都控制正常 摄影机通常提供几个工具 让我们来检测这些注意的事项 像电子摄影机都有一个控制亮度 需要打开来才有的 Zebra 叫斑马 这个斑马纹打开的时候 在过亮的地方 over的地方 就会出现斜纹 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 那个地方的亮度是超过我们预设值的 通常这个Zebra可以设定是70%还是100% 也就是告诉我们 超过70%的亮度 就会出现斑马纹 如果设定100% 超过100%的亮度 就会出现斑马纹 这样的控制影像亮度的讯息 有哪些工具 各位应该要仔细的了解一下 因为在拍摄中监测你的影像品质 对于要持续进行的后续的几个镜头 都至关重要 所有的画面品质亮度色调都要接近一致 控制摄影机很多参数 也包括了像Picture Profile 我们有时候可以透过直方图 来看到整个画面的亮度 所以监测影像品质 是在我们创作过程中的第一道关卡 以上是今天的微电影小叮咛 希望对您有帮助